利用克拉玛公式解下列的方程组 好,第一组 我们先写出它的delta 好,它的delta呢 x的系数65 然后y的系数呢 -7跟2 好,再我们计算一下 12-35 所以它的delta的值呢 就会等于是47 好,那再来delta 那x的值呢 deltax的值 我们来计算一下 把x的部分呢 用常数的21来取代 好,那y的地方呢 -7,2照写 所以乘开4 减掉-7 所以等于11 好,那再来delta y 好,所以呢 x照写 y的地方呢,用常数来取代 所以6减掉10 会等于-4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x的值呢 就等于47分之11 而y的值呢 就等于47分之-4 好,再来第二小题 我们一样先来算delta 我们一样先来算delta delta的值呢 是1212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乘比例 所以delta呢 是等于0 好,那再来deltax呢 x的地方 用常数项来取代 然后y呢 照写 照写 好,所以4减3等于1 好,那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delta等于0 但是deltax呢 是等于1 所以x的值 就等于0分之1 好,那有没有0分之1 这个东西 是没有的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是5解 再来第三小题 delta的部分呢 x的y的系数 24-1-2 好,所以-4 减掉呢 -1乘上4 所以这再减-4 好,-4加4等于0 再来deltax 好,x的部分呢 我们用常数项 5跟10来取代 好,y的地方呢 还是-1-2 好,我们乘开 -10 减掉-1乘于10 所以再减-10 -10加10就等于0 好,那deltay呢 好,x呢 还是24 y的部分呢 用常数的5跟10来取代 所以20减掉5 4 20等于0 好,那在这边 x的值呢 是等于delta分之deltax 好,那这边是不是 就是0分之0 在0分之0的话呢 我们没有办法算出它的数字 但是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当delta deltax 跟deltay 都等于0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答案 无限多组解的答案 好,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方程组 我们就把它结完啰 好,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